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专家们至今没有得到中国应有的许可 他感到很失望 1月14日 世卫组织称经过与中国政府的多次协调 目前已有13名科学家抵达武汉 另外两名成员在过境新加坡时核酸检测呈阴性 而协星检测星光抗体呈阳性 因此未能登基 专家团队由15名国际科学家组成 他们包括来自美国 英国 俄罗斯 越南 卡塔尔等国的流行病学专家和动物学家 他们预计将进行两周的隔离 随后将走访与疫情有关的病毒研究所 医院 华南海鲜市场 专家组预计在武汉逗留一个月 导致这次世界性大灾难的病毒来源问题 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但中国政府一直在搅浑水 中国最初称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 并在去年1月1日关闭了市场 后来又说没有在那里的野生动物身上采集到病毒 显示那里的野生动物不是造成疫情发生的源头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新 干脆将病毒的来源甩锅给美国军人 1月2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官媒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 称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疫情很可能是全球多地多点爆发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月4日对记者说 大家都知道有越来越多的线索和研究报道 都指向新冠肺炎疫情前年下半年在世界多地多点爆发 而且时间线还在不断的提前 新冠病毒是否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出来的问题 是目前众多研究者和观察家挥之不去的疑云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研究专家石正丽 曾经接受《科学美国人》杂志的采访 他当时承认得到新冠病毒在武汉造成疫情的消息之后 他的第一担心是病毒是否是从病毒研究所试炼史泄露出来的 石正丽有这种担心是因为武汉的病毒研究所 从来自南方的广东、广西、云南等边远地区的蝙蝠身上 收集到了大量可以治病的病毒进行研究 中国云南末江县通关镇 有座被称之为蝙蝠洞的废弃图 7年多前曾有6名工人在铺满蝙蝠粪的矿洞里采矿时得了不明肺炎 其中4人不治死去 症状与2019年新冠病毒极其相似 更重要的是因为出现了这么一个古怪的肺炎 石正丽团队多次前往云南 在这座矿洞的蝙蝠身上取样 发生新冠疫情后人们希望更多的知道 这6名矿工得的肺炎与新冠肺炎的关系 以及石正丽团队的取样行动 他们采集了9种冠状病毒 但只公布了1种 那么其他的8种现在在哪里呢 一些科学人员怀疑 这座蝙蝠洞可能隐藏着破解新冠源头的钥匙 但是这座洞现在被严密把守着 谁也不能靠近 美联社的记者小组BBC记者 11月底12月初试图靠近蝙蝠洞时 被穿着便衣的警察用汽车封死了道路 澳大利亚主要报纸 澳大利亚人1月13日报道说 这是世卫组织派遣到中国去的调查病毒来源的专家组成员 澳大利亚微生物学家德维尔说 这次他们到中国出来调查了解中国最初的疫情应对情况 以及病毒基因特征外 也将去武汉病毒研究所 然而截止目前 中国当局和世卫组织都没有提到 专家组将去武汉病毒研究所 也没有提专家组可能在哪里 看什么资料 见什么人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动态报告说 截至1月13日 全世界总共有9248万2273个确诊感染病例 疫情造成死亡的病例为198万1680个 第一世卫组织专家组武汉调查能取得成果吗 病毒专家对这次世卫组织的调查使命并不乐观 毕竟距离中国首次爆发疫情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 专家组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更何况调查工作能否得到中国官方的配合 也值得观望台湾世卫外交协会理事长江冠宇说 世卫2020年初的表现 大家都已经看到 其实是隐瞒疫情 事后也帮中国做了一些美化工作 现在你要世卫组织反过来去做一些调查工作 我不乐观 民运人士王丹指出 尽管调查有必要 但从目前事态来看 这场调查很大程度上可能会成为中国政府的一场外交秀 最后的调查结果 要不然就是一无所获 要不然就变成对中国政府抗疫表现的追论和表扬 一场这么巨大的疫情 时隔一年之后再去调查 到底还有多少证据能够保存下来 中国政府如果真的对病毒泄露负有责任 已经一年多时间了 足够销毁所有证据了 即使如此 中共当局似乎还不放心 根据英国美日邮报报道 大量涉及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重要资料 被人从网上删除 被删除的约百万页资料 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的研究 以及主任石正丽的重要研究数据 更有甚至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表的超过300项研究报告 包括有关动物传染人疾病的研究也已经全部被删除了 此外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组到武汉以后要如何取证 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不要说文字资料已经销毁的一干二净 就是当事人能够接受专家组的询问 他们又敢于说出真相吗 面对物证已经被销毁 人证已经被封口 当事人已经做好了充分应对调查准备的情况下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组到武汉调查 注定是不会有真实的结果的 我认为中国已经将自己打造成世界抗击疫情的领袖 并在中国召开了抗击疫情庆功大会 认为自己的成功经验值得世界效仿 世卫组织赴中国调查病毒源头 无疑让中国政府很难堪 但中国政府善于将坏事变成好事 将会把这次世卫组织的调查演绎为 一次中国抗疫成就的宣传 第二疫情反弹 石家庄被封城 尽管中国政府为世卫组织专家组的到来 严防死守 但能算不与天算 疫情在中国又出现了反复 中国官员或许会说不是中国不努力 而是新冠病毒太狡猾 中国国家卫星委1月15日通报说 中国昨日新增确诊病例144例 达到近10个月来最高水平 其中本土确诊病例占135例 主要集中在疫情最严重的河北省 该省共有90例 基本上都集中在省府石家庄 那里出现84例病例 黑龙江次资有43例 据中国官媒报道 1月12日 中国东北拥有3800多万人口的黑龙江 进入紧急状态 从7月开始 拥有近1100万人口的河北省 省会石家庄市 因疫情反弹 实行了全面封城 该市各种交通已经被封锁 人员禁止出入 河北省疾控中心主任 流行病学专家李奇称 石家庄疫情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 以农民为主 目前农民占所有病例的 百分之七十点零七发病人群 以中老龄为主 以普通型和无症状为主 石家庄市政府 得曾称镇十二个村庄 两万多名村民 全部进行异地 集中隔离观察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 村民们推着箱子提着包 浩浩荡荡前往隔离地点 石家庄市封城 让人想起了最初爆发疫情的武汉 去年封城的情形 武汉去年1月23日封城后 医院病床严重不足 导致大量病人无法住院接受治疗 许多被确诊的新冠病毒患者 只能隔离在家 相互传染 导致大量市民死亡 有不少家庭遭遇灭门之祸 但今天中国的封城模式 又有了新的换代升级 不仅封城 而且还将两万多村民 指定到异地集中隔离 支持今天 载务张展 陈秋实 李泽华和方斌等公民记者 报道疫情了 我们再也无法知道 他们的苦难和心酸了 针对武汉封城模式 我赐之为野蛮愚蠢 因为它不仅不合理 而且造成了严重的人权灾难 但也有人认为 武汉的强制封城模式 比西方科学抗疫模式更有效 因为它有效的阻止了病毒的传播 减少了死亡率 从表面上看 似乎这个观点有点道理 但中国人付出了自由和尊严的代价 因为不采取强制封城 而进行有效隔离 能够更好的控制疫情 至于西方国家出现的高感染率和高死亡人数 并不是科学抗疫的失败 而是侵蚀疫情 拒绝戴口罩或群体聚集等造成的 中国举国体制的强制封城 从本质上说是极权主义的势略 中国人的服从会让中国政府更加有识无孔的侵犯 民众的私人空间 极权主义企图设置与安排所有人的生活 孝蜀先生在武汉封城与极端政治一文中指出 毫无预案不积代价野蛮愚蠢的武汉封城 宪政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 为什么 因为宪政民主的核心要素就是宪权 尤其是分权制衡 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 才能达到多元平衡 多元平衡政治社会生态下 才有中道理性的可能 各种极端才会失去市场 社会才能走出两极震荡的恶性循环 尤其是言论自由才有切实的保障 公民的自行权才有切实的保障 公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权力 对网罚烂权之举问责的权力 才有切实的保障 这才是杜绝人祸 尤其是杜绝官祸的对政良药 在节目的最后 我希望正处在封城之中的石家庄市民 不要再经历武汉封城之痛 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 中国传统春节将至 回家过年的春运已经到来 希望中国能与新冠病毒再次爆发 擦身而过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